有鳳凰卷 有寶瓶湯包 還有山頂纜車模型玩具 對於本土人來說 這些東西我們經常接觸 很普通 但外國沒有這樣 我們要將我們覺得很普通的東西 但對他們來說是很特別的意思 工作人員正在密羅緊固 將啟德郵輪碼頭 這個原本大概五千呎的面相店區域 那次成為迷你香港首相市集 希望前來的旅客 都可以買到一些屬於香港的手信 其實如果說這個場地這麼冷清 其實交通配搭是其中之一 而旁邊的一些配搭 例如隔離設施 那會不會接下來會有活化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都需要大家和政府 一起配合才能做到 如果說我們很努力地做到這件事 發光發亮 但也只是一盞燈